现在很多人喜欢用星座来测运势 觉得星座比较现代好像是西方的东西 其实星座可不是啥新鲜玩意儿 最早是距今三千多年的古巴比伦人发明的 古巴比伦也就是今天的西亚的伊拉克等地 因地势平坦适合观测星空 所以当时天文学特别发达 他们仰望星辰大海 就把整条黄带从春分点开始分割 分长十二等份 每一份叫做宫 每一宫对应一个象征物 后星座传入希腊 和希腊人的神话传说结合在一起 这就有了圣斗士星史这部动画片的原型 不久又从希腊人手头传入印度 印度人也将星座和本地引以为傲的 佛学梵文结合在一起 最终传入我国 也就是说早在千年前 我国古人就已经开始玩星座 现存最早的关于星座的文献记录 可以追溯到隋朝时期 当时有很多因地势平坦学特别发达 有一位来自天主的高僧 他带来了自己翻译的大成大方等日葬经 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是九月时射手主当 是十月时摩羯之神主当齐悦 是十一月水汽之神主当齐悦 是正月时迟阳之神主当齐悦 你听听啊 除了名字有少许区别之外 和现在的十二星座几乎一模一样 后来星座开始流行起来 文人们喜欢用星座来给自己分类 比方说我们都熟知的 爱吃神主当齐悦 一生被贬官 被升官 被流放 三起三落 他就老觉得是自个儿的星座 不好造成的 苏氏曾在其写的 《东坡志林命分》中说 我生之臣 月朽之斗 乃之退之摩羯为身功 而朴乃以摩羯为命 凭生多得傍玉 待是同病也 退之就是韩玉的字 韩玉是唐代大文豪 也是命运多舛 苏氏是有感而发 韩玉的上升星座是摩羯座 我苏氏太阳星座也是摩羯座 所以我们俩这一辈子是 慧玉交加命运相同 哎 真是太不幸了 有意思的是 由于苏氏影响力太大 以后呢 文人只要觉得自个儿怀才不遇 就说 我跟韩玉苏氏星座一样 是摩羯座 我们都熟知的大英雄文天祥 就有这样的想法 他曾说过 我生之沉月朽斗 如何傍玉其机口 月明只和行眼看 斗亦何须 亦将久 这诗里边使用的就是 韩玉和苏氏这两个星座典故 其后呢 也有很多文人骚客 倒霉的就开始刷摩羯座 一遍一遍的说自个儿命不好 如元代世人 尹千高感叹 清苦一生摩羯命 凄凉千古累扬焚 还有我们都熟知的 清代曾国藩也约过 诸君命运 泼摩羯 可怜颠顿 愁眉赛云云 其实啊 摩羯 真说起来 也不是历史上 就一黑到底了 人家在隋唐时期 是一种瑞兽 不过在星座文化 普及的宋朝 很多人却不喜欢摩羯座 甚至喜欢黑 或自黑摩羯座 就如同我们现在 黑除你座一样 再说一点 您不了解的 其实在古代 军事家打仗前 也要用星座来测运势 北宋有一本军事著作 叫五经总要 其中就写了很多 关于时间和星座的关系 春分二月中 后三日入白杨宫 其神天魁 夏至五月中 后六日入巨蟹宫 其神小吉也 也就是说 宋朝那会打仗 出门之前呢 先得看看本周 哪个运势最旺 最适合打仗的 到底是哪几个星座 甚至是给最合适将军的人选 也来一个星座排行吧 而且呢 一些古人呢 甚至用星座当作护身所用 比方说 在宣化 曾经出土过 辽戴的一座古墓 墓主叫做张世青 他的墓顶呢 中央悬以铜镜 镜子周边 会有虫瓣莲花 莲花周围的黑点 指的就是 二十八星宿的排列 而在外围 画了平衡秤 瓶子 螃蟹 羊 蝎子等等 除了有一个图案的地方 被打了盗洞 正好把极有可能的金牛座 给打没了 其他图案 都和现在的星座 是一一对应 那讲了这么多 很多小伙伴可能不理解 你说这些星座 古人一直就用 那为啥我们现在的星座 跟古代有点不一样呢 其实直到晚清 康有为出了一本 叫朱天讲的书 十二星座 才固定成今天的教法 像射神对应人马 摩羯对应摩羯 水气对应水平 天鱼对应双鱼 池羊对应白羊 池牛对应金牛 双鸟对应双子 蟹神对应巨蟹 天女对应雏女 秤梁对应天成 秤梁对应双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